詞曲 李宗盛 這個葉有三種 一個是福葉 那麼第二個呢 非福葉 第三個呢是不動葉 那這個福葉呢 就是能夠感得這個 預介的 這個比較 好的果報 屬於善的 那非福葉呢 就是善而道 這個不動葉呢 就是 生到捨戒 無捨戒天 那為什麼叫不動 有兩個意思 在雜記論上有講 第一個呢 像這個預介來講 我們說預介行這個善業 或者行這個不善業來講 你在人中 行了這樣的業 那麼將來德國呢 就是往其他的地方去德國 它會轉變 比如說你在人 在這一道裡面行這個善業 那麼將來呢 他是去到其他的地方 比如說天上 去受這個善的果報 那麼你如果是行的是不善業呢 你將來 你將來 又到了善而道 去受這個果報 所以說呢 它這個地方 它會轉變 你在這個地方 行業 那麼到其他地方 德國 那今天呢 你行這個不動業呢 它是決定 在捨界 無捨界 德國的 它不會改變 所以叫做不動 有這個意思 那再講明白一點 就是你在玉界當中 你可能 在善而道 它也有可能會行善 那將來呢 它就不是在善而道德國 或者你在 人中呢 行這個善業 那麼這樣的善業呢 也可能到 善而道去德國 都不一定的 它這個地方呢 都會轉來轉去 那麼你今天行這個不動業 它決定是在 舍界 無捨界天 德國的 它不會改變 不會說你行這個不動業 結果跑到其他地方去 它是決定的 那麼叫做不動 第二個呢 第二個解釋呢 什麼叫不動 定地 因為捨界天 無捨界天 都是屬於 定的 有禪定的 地方的 不像玉界 玉界呢 都是在散亂的心裡面 在活動 那麼捨界無捨界呢 不是 它一直在安住在 定當中 那麼定呢 就叫做不動 所以呢 為什麼叫不動 就是有這兩個理由 就是不動業 那麼也叫做不動的國 如是等類 諸善差別 那麼這個就結論了 就是像前面所講的 這麼多的類別 那麼這些呢 都是屬於善法的差別 從一種善 乃至到十種善 有這麼多的差別 略說善有二種意 那麼今天要講呢 什麼叫做善 簡單講有兩種意思 是為取愛果意 第一個呢 就是 取得 可愛的果報 那麼善呢 有這樣的道理 它能夠使命 我們取得可愛的果報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善了之事 即彼果意 善了之事 你能夠 很善巧的 來 了之來通達 這樣的事 而且呢 以及 這樣的事 所得的果 就是這樣講 那這個事是什麼呢 就是三乘的聖道 叫做事 那什麼是聖道呢 就是八正道 如果對照前面的那個來講的話 前面第一個是 取愛果意 取得這個 可愛的果報 但是這個可愛的果報呢 還是屬於有肉的 那簡單講呢 就是 苦跟疾 其實呢 不管是可愛的 或者不可愛的果報 都還是苦 對不對 即使在天上 你到了非非想出天 還是苦 那當然三二道這個事 一定是苦的 就是人天最殊勝的果報 其實呢 還是苦 那麼能夠取得這樣的果報 這個因呢 就是疾 愛果呢 是苦 那麼取得這個愛果的 這樣的善呢 就是疾 你造了這樣的因 造了這樣的善業 你將來得到這樣可愛的果報 那麼因就是疾 苦疾滅到的疾 所以說第一個取愛果意呢 簡單講就是世間的因果 苦跟疾而已 世間就是這樣子 那麼善了之事呢 了之什麼事 就是八正道 這個就是道 我們要行這個八正道 那麼疾滅果呢 什麼是果 你經由八正道 你能夠到達滅 滅的境界 就是涅槃 或者說我們得到三稱菩提 那麼這個果呢 就是滅 那麼善了之它的事呢 就是道 所以說善呢 有兩種 一個就是有肉的善 以及無肉的善 取愛果意的話 就是有肉的善 世間有肉的善 那麼你能夠善了之事 你能夠通達 這個佛法的這個真理 那麼進而得到 極滅涅槃的境界 就是 極比果 那麼這個就是無肉的 初世間的因果 那這兩句話呢 簡單講就是 有肉跟無肉的 兩種善法 所以說善就是這樣子而已 沒有其他的 不善法者 為與善法相為 即能為障礙 現在 前面講的善法 有這麼多 從第一種開始講到十種 那麼現在呢 什麼叫不善法 就是和善法相為的 都叫做不善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極能為障礙 他呢 他呢 不但是和善法相為 他還能夠障礙這個善法 那如果和前面這個 簡單的這個善有兩種意來講 第一個和善法相為的 就是他呢 能夠取得 一個不可愛的 不可愛的果報 那麼能夠障礙的話呢 就是障礙 初世間的 這個聖道 都叫做不善 就是能夠障礙 我們修習初世間的 這個種種的善法 那麼呢 都叫做不善 那什麼能夠障礙呢 或者說我們的煩惱 或者說我們的業 造的這個惡業 那麼這些呢 都是不善 這下面就解釋 由能取不愛果故 即不正了之事故 有什麼是善 前面講的 取愛果 以及善了之事 和善了之 他的果 那現在呢 什麼叫做不善呢 就是 能取不愛果 不可愛的果報 那就是善惡道了 不善法能夠使令我們去善惡道 那麼這樣 這裡來講 他也是苦疾 前面的善果 是苦疾 這裡呢 得不善果 不愛的果 不愛的果 也是苦疾 都是一樣 但是這裡的不善法呢 他呢 還有一個 能為障礙 障礙什麼 使令我們不能夠 正確的了之 正確的了之 事故 善法 能夠讓我們知道 這個聖道 以及聖道的國 那現在呢 不善法 他能夠障礙他 使令我們不能夠去了之 什麼是 這個佛法 什麼是真理 什麼是三稱菩提 什麼是極滅內盤 他能夠障礙我們 往這個方向去 使令我們不能夠正知 這樣的道理 這個呢就是不善法 那就是和前面違背的 都叫做不善法 無濟法者 那麼這是第三個 什麼叫做無濟法 略有四種 簡單講呢 無濟法呢 有四種 為異熟生 即一分微移路 功巧處 即變化 第一種呢就是異熟生 那第二種呢 就是一分的微移路 第三種呢是功巧處 第四種呢是變化 那麼這 這四種呢 都叫做無濟 那這個無濟呢 就是他不能夠 計別是善的 或者是惡的 就是這一類的法呢 你不能說他是善 那麼也不能說他是惡 那怎麼來區分呢 就是一個無濟 我們就稱他為無濟 不能計別善 也不能計別這個惡 要看P群記 無濟法者略有四種等者 業所隱身 名義熟生 此為無濟 第一個呢是義熟生 那什麼叫做義熟生呢 就是業所隱身的 我們過去所造的業 那麼這樣的業呢 所感的 所引發的 這樣的果報 叫做義熟生 那簡單講呢 就是義熟果 就是阿賴耶士 我們這一期的果報呢 果報組是什麼 就是阿賴耶士 那麼阿賴耶士呢 就是義熟生 那為什麼說他是無濟呢 這個我們讀社大稱聖就講過 你過去在造業的時候呢 這個業有善有惡 但是呢 將來得的果報呢 是無濟的 所以呢是義熟 他是變異而熟 有變異 過去是造的業 他是善業 或者呢是惡業 可是你將來得的果報呢 他變了 改變了 他變成無濟了 那麼叫做義熟 那他為什麼是無濟 他如果是善的話 他呢 就不能接受惡的訓息 那如果他是惡的話 他呢 就不能接受善的訓息 所以說呢 阿賴耶士他一定是無濟 他是無濟的話 他是中性的 善的來他也接受 惡的來他也接受 他都能夠訓息到 所以說呢 義熟生 這是阿賴耶士 那麼他就是無濟的 威夷公巧 三性可得 那麼這個威夷呢 行住坐臥 這個是威夷 那麼公巧呢 就是世間上種種的 這個人呢 為了生活所需而發展出來的 種種種的這些技巧 比如說你造車子 這也是一個公巧 那麼天文地理啊 數學 這種種的 或者科印章 這些呢都是公巧 那麼威夷跟公巧呢 三性可得 他有善有不善 那麼也有無濟的 他是三種的性 性格呢都有 他不唯獨是無濟 所以說呢他這裡寫一分 他只是一部分而已 不包括全部 威夷路的話 以及這個公巧處跟變化 他都是一分而已 那麼一分是哪一分 就是無濟的這一分 因為威夷他是通三性的 有善的威夷 有惡的威夷 那麼也有 這個無濟的威夷 他只是取無濟的這一分 即變化心 通善無濟 那麼這個變化心呢 就是 有了這個神通的變化 那麼呢 他是通於善跟無濟的 他這裡是這樣講 他是屬於善跟無濟的 他沒有惡 惡的這一部分 那為什麼沒有惡呢 就是你 你要成就這個變化心的話 就是你要有禪定 有禪定 你才能夠有這個變化的心 就是你一入定的話 我們說修這個神通 你有了神通 當你一入定 你的心做如是觀 那麼境界呢 就可以隨你的心而轉變 所以叫做變化心 我們看這個經上講 他在這個水中這樣走 就好像在陸地上行走一樣 其實對他來講 他只是觀察這個水為地而已 別人看是水 可是在他看來是地 所以說他在水上走 就沒有障礙 這個就是變化心 由心來變化這一切境 那麼這一類呢是沒有惡的 沒有惡的變化心 因為他是得禪定的人 才能夠修得這個變化心 那既然你得定的話呢 他是遠離這個欲界的惡 他才能夠成就這個定的 在捨戒無捨戒天的話 他是沒有這個惡法的 所以說他不通於惡 此取無忌一分 世民一分為以路 功巧促及變化 那後面這三種呢 他唯獨取這個無忌的這一部分而已 所以說呢 他是 就是寫一分 那如果是義熟生的話呢 他是全分的 他沒有這個義熟生 這個阿賴耶士 沒有所謂的善的阿賴耶士 沒有惡的阿賴耶士 他是無忌的 但是這個變化心呢 這裡雖然說沒有惡的 但是呢在其他的地方有講到 如果是果報德的神通呢 還是有惡的 比如說這個鬼神 他有果報德的神通 那他有可能用這個神通呢 去捉弄別人 那他就有惡的 這玉界在玉界裡面來講 玉界天人 他有果報的神通 那當然他也有可能會有惡的這一部分 那這裡所講的這個變化心呢 是單止 你成就的舍戒定 那麼在定中修得的神通 他唯獨通於善跟無忌 他就沒有惡的這一部分 那這個無忌法呢 就是這四類 那這四類下面再解釋 就是當我們這個工橋呢 你為了生活所需 那發展出種種的這些技術 這些造作的這些技術啊 那如果你這些 那些的目的呢 但為喜樂 你只是為了遊戲 或者為了娛樂而已 你不是為了要活命的 不是因為我生活需要 我的事業 造作這樣的事業 是為了我 分一口飯吃 不是為了活命的 那麼非喜以夜祥 不是說呢 我為了這個技術 精益以求精 慢慢的進步 那麼非為檢責 或者呢 不是為了 增長我們的 這個種種的這個智慧 那麼此功巧處也釋然 忍無 就是你只是為了娛樂而已 那麼這樣的功巧呢 都是屬於忍無的 不是屬於善的 也不是無忌的 都可以算是惡的 不善的 如果你是為了活命的話 那當然 它就是普通的 就是無忌的 那麼你如果說我這個技術 把它練得很純熟 一次又一次的 就是喜夜 那當然啦 它也是無忌的 那麼如果你是為了 追求更殊勝的目標 為了追求這個智慧 而來習這個功巧的話 那就是屬於善的 那今天你是為了娛樂的話 都是屬於染污的 那麼於事無忌 就是除了這些以外呢 除了這個染污的這部分以外 那麼其他的你都可以 稱之為是無忌的功巧 功巧業 那麼如功巧處 我們的行柱坐臥的威矣呢 也是 也是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看批訊記 若諸功巧至威矣路 亦而者 此中功巧威矣 唯說染污無忌 略無善性 然非不有 前面這段原文呢 它是說此功巧處 夜是染污 於是無忌 它只講一個是染污的 那其他的是無忌的 它沒有提到善的 然非不有 並不是說它沒有提到 就沒有善的功巧處 跟善的威矣路 還是有的 由善加行所起功巧 即依即盡發起威矣 皆善性故 如果說我們今天呢 是為了修善的加行 所發起的這些功巧 你雖然說是功巧 你做這些事情的話 你行這些技術 你發展這樣的事情 這些事業 你是為了修善的善法的話 那麼你這些功巧 也都可以包含在屬於善法裡面 那麼第二個呢 極依極盡發起威矣 這個威矣我們說是行柱坐臥 那行柱坐臥的話呢 今天我們說我們要修禪定 修禪定你要怎麼修呢 就是要坐的威矣 當然行柱坐臥都可以 但是最初 最初修這個禪定的話 以坐的威矣 最殊勝 那麼今天我們 雖然同樣是坐 如果你今天坐在這裡 是為了要發起這個寂靜的話 我為了要成就這個寂靜 就是為了成就這個禪定 禪定就是寂靜了 那麼你是以這個為目的 而行這個坐的威矣的話 這樣的話也是屬於善的 所以說呢 功巧處也有善 那麼威矣也是有善的 如下抉擇分縮 在後面會講到 若依然鑿發起功巧 即一既月發起為矣 如是名為但為喜樂 故事染污 如果你是以染污心 來發起這個功巧的話 像現在很多嘛 造作種種的這些器具呢 然後是為了要娛樂 那麼這個就是依染藻的心 來發起這個功巧的 那麼即一即月 或者說我們這個威矣 我們去跳舞 或者用種種的放逸的 這個行柱坐臥的威矣 那麼這些呢都是為了喜樂 所以說呢這兩方面都屬於染污的 都是不善的 不善性的 非一養命而喜彼業 世民非喜樂祥 如果你不是為了要活命 養活我們這個性命 而去學習這樣的業的話 學習這樣功巧的業的話 那麼叫做非喜樂祥 前面他解釋呢 第一個是不為活命嘛 那麼再來是非喜樂祥 它是分開 那麼批群祥的解釋呢 他就把它合在一起了 為什麼叫做喜樂呢 就是為了要活命 今天喜樂的話是為了活命的 那麼叫做非喜樂祥 不是為了活命的話 就是非喜樂祥 非依加行而修善巧 世民非未檢則 那麼如果今天也是一樣 你的功巧處 你的威移路 都不是為了要修善的佳行的話 那麼都叫做非為檢則 你不是為了要成就智慧的 都叫做非為檢則 那麼這個就是公巧處 跟這個威移路的這個差別 變化有二種 為善及五計 那麼這個變化心呢 有兩種 第一個是善的變化心 第二個呢是五計的 那麼看明批群記 變化有二種等者 若為利他而起變化 當之是善 一般來說呢 變化來講都是屬於無計的 普遍來說是 變化都是無計的 但是你今天呢 你的變化是為了要利他的化 那麼就是善了 那怎麼叫做變化是為了利他呢 這個在菩薩界有講 就是這一類的眾生呢 你呢 你需要用變化 神通變化來度化他 那麼這個神通變化呢 當然也有好幾種 第一個呢是恐怖他的心 比如說你變現這個怒目金剛 來懲罰他 那其他讓他起的這個警覺的心 不應該做這個惡事 那這樣來講也算是利他 那如果你是為了利他 而起的這個變化的話 那是屬於善法 在菩薩界有講到 如果說你有神通 有了這個神通的能力 那麼你看今天這個眾生 必須要用這個方法 來教化他的話 而你又不這樣做 那就會犯了菩薩界 這個後面會提到 所以說呢 變化是為了要利益眾生的 都是屬於善的 那麼若為西西家型所設 是無際性 那如果你今天你的變化呢 或者為了西西 當然這也是有這樣的 就是你變化種種的 這個像馬牛羊 拿一根草然後就變成這麼多動物出來 他有可能是為了西西 或者為了其他的理由 來變化的 都是屬於無際性的 那此無然無 故說有惡 他這裡的西西呢 不能說是不善的 他這個西西呢 跟前面的這個不一樣 他雖然說是為了這個遊戲 但是不是前面講的這個染污 兩者呢不是一樣的 因為他是前面的那個是為了 屬於不善的 但是今天他的變化呢 他基本上 他有禪定了 得了舌接定的 他是沒有預計的這些染污的事情 所以說他是不是為了 這些預計的染污的這些事情 很噁心的變化 他只要有慾的話 他的禪定就會退失 那他當然他就不會變化了 那如果是 屬於慾界的 這些神通的話 鬼神的通 或者天人的這些通呢 他也有一部分是通於不善的 就是兩者的差別 那麼以上呢 就是三性 善不善無際 這三類的差別 前面最初有講到 經上有提到善不善無際 那他們的差別是什麼 就是這樣子 那下面呢 就要分別了 我們的 一切法的差別 在這個白法明門論呢 有提到一切法是什麼 它歸類為100種的法 白法明門論有講 那這裡的分類呢 就比較多了 有660種 660種法 那這 腹刺 言有一種 未能見舌 那麼這 這個660種法呢 它怎麼分類呢 當然也是 言耳鼻舌生意 舌生香味促法 就是這十二處 由這十二處再來擴大 那總 總規呢就是這十二處 那麼十二處呢 最先講的就是內六處 言耳鼻舌生意 那第一個呢 就先講這個言 什麼是言 那言是有哪些分類 那這個分類也是從一種開始講 就是言有一種 就一種的立場來講的話 什麼是言 未能見舌 什麼是言 就是能夠見 看見這個舌法 能夠照見這個舌法 就叫做言 那這個言 照見什麼樣的舌法呢 就普遍的舌法 或者青黃四白 或者長短方圓 這些種種的舌法 言呢都能夠照見它 所以呢就是這一種 或立二種 或者呢 言呢有兩種 可以分為兩種 那哪兩種呢 為長養眼 亦熟生眼 就是這兩種 一個呢是長養眼 一個呢是亦熟生的 這個長養呢 就是眼睛 我們的眼呢 眼根呢 也需要長養 需要什麼長養 飲食的長養 然後呢 睡眠的長養 睡眠呢也能夠長養這個眼睛 這個眼根 那麼再來呢 你修凡恨 也能夠長養 以及呢 你修這個三摩地 修這個錠 也能夠長養我們的眼 所以說呢 長養眼 是後天的 由後天的 飲食啊 睡眠啊 這些 來長養我們的眼 那第二種呢 易熟生眼 由過去式的夜 過去式的夜曆 而生的 這個眼 那麼這個就是天生的 就是你 得的果報就是這樣的眼 或者是好的 過去式是善的業 你就得善的眼 那麼你過去式造的這個 不好的業呢 你可能敢得的這個眼呢 就不好 就比如說呢 這個燈呢 馬路上的燈 你把它用洗了 讓人家看不見這個路 那麼你將來你的眼呢 眼視力就不好 那佛前供的燈也是一樣 別人供這個燈 在供養這個佛 那你就故意把它給 把它用洗了 那你將來有可能眼睛會 或者是蝦蝦掉啊 或者怎麼樣 就是眼睛就不好 那這個長養就是 後天的 靠後天的去慢慢的滋養它 那易熟生呢 就是過去的業力 所敢得的這個眼 獲利三種 或者呢 眼呢 可以分為三種 為肉眼 天眼 會眼 就是這三類 那麼看批選記 肉眼 天眼 會眼者 能照顯露 無有障礙 有見諸色 是明肉眼 就是肉眼 就是肉眼 天眼 會眼它們的境界都不一樣 那麼第一個肉眼呢 它能夠照見什麼樣的境界呢 就是顯露的境界 非常明顯 顯現在外面的這樣的境界 而且呢這個境界呢 是無有障礙的 就是必須要沒有障礙的境界 然後呢是有見的 前面有講過 在第一卷 有見有對 無見有對 無見無對 那裡有講到 什麼叫有見 就是你能夠照見這樣的設法 的眼睛 都叫做肉眼 如果有障礙了 比如說被這個牆壁給遮住了 那牆壁後面的東西 你看不見 那就是肉眼所不能照見的 因為它不顯露了 所以肉眼的功能呢 就是有差別 比較弱一點 那麼能照顯露 不顯露 有障無障 有見諸色 視明天眼 那天眼呢 就更殊勝了 不但是顯露的 或者呢 不顯露的 隱藏在裡面 或者是有障礙的 或者是無障礙的 就這些設法 這些境界 那麼天眼呢 都能夠照見 即使被擋住了 或者呢隱藏在 這個微小 非常的微小 然後隱藏起來 你都能夠看得見 這個就是天眼 那麼照一切種 諸色 諸色 非色 所有諸法 是明慧眼 那麼慧眼呢 它不但是設法 能夠照見 非色法呢 它也能夠照見 前面 前面的肉眼跟天眼 它唯獨能夠照見這個設法 當然設法的境界 有很多差別 有障礙的 無障礙的 就有這兩種差別 那今天的慧眼呢 它不但是設法 能夠照見 那麼非色法 它也能夠照見 那什麼是非色法呢 就是心法 我們的心法 它呢 也能夠去照見它 那麼叫做慧眼 那這個慧眼呢 它只講到這裡 那什麼是心法 其實呢 其實呢 就是屬於智慧這方面的 這個 前面的肉眼 或者天眼 主要還是屬於物資方面的 那麼在慧眼方面呢 就比較屬於心法這方面 所以說呢 慧眼呢 它是應該算是心法 不是這個設法 心法能夠看見色法 但是呢 色法呢 是不能夠看見心法的 我們的眼睛呢 這個肉眼呢 你不能看見別人的心 不能照見這個心的部分 你只能看見外在的這些境界 屬於心的部分呢 它就看不見 思想上的就看不見 因為物質的東西呢 是沒有思想的 那今天慧眼呢 是屬於心法 所以呢 它也能夠觀察 屬於心這方面的 屬於心這方面的 所有諸法 這樣子 有有三分 照了一切所知境界 真上利物 見立三言 那麼 因為呢 有這三種類別 就是一切的 所知的境界 有這三類 就是能夠被觀察的 被認知的這些境界呢 有這三類 那麼相對來講 能觀察的 能夠照見的 這個眼呢 也就分為這三類 所以說呢 就是因為 有這三分的這些境界 所以說呢 這裡就建立這三種眼 為什麼要建立這三種眼 就在後面呢 十四卷的地方就講到 就境界有這三類 那麼能夠 照見 這三類境界的 真上利 就是 能夠照見 這三類境界的 因緣 就必須要建立 所以說呢 就有這三眼 那這裡沒有講到這個 法眼 法眼跟佛眼 那這個法眼跟佛眼呢 演講這個法眼呢 法眼跟慧眼的差別是什麼 慧眼呢 或者說他能夠照見諸法的十項 叫做慧眼 那麼法眼呢 他能夠知一切法的緣期 叫做法眼 一個是看見 一切法的十項 就是看見他的共向 一切法的共向呢 就是必須空 他是諸法的十項 可是呢 法眼呢 他能夠看見 照見這一切法的緣期 就是他的別項 每一法有每一法的別項 各有各的緣期 由法眼來照見 這是兩者的差別 或者相反 法眼是看見一切法的共向 那麼慧眼呢 是照見一切法的緣期 兩者呢都可以對調 沒有關係 那這個佛眼呢 就是你成佛的時候 前面的這四種眼 都轉為佛眼 若眼、天眼、慧眼 跟這個法眼 當我們成佛的時候 都轉名為佛眼 那麼這個就是這三種 若眼、天眼、慧眼 那下面 那下面 獲利四種 或者眼呢 可以安利這四種 第一個 未有順眼、無順眼、恆相續眼、不恆相續眼 可以分為這四種 第一個呢 是有順眼 這個順呢 就是扎 我們這個扎眼 眼睛呢 常常這樣要開合 這個是有順的眼 就是我們這個 人啊 或者動物啊 就是都是這樣子 這個眼皮呢 就是這樣扎來扎去的 就是有順眼 那麼無順眼呢 這個是天人 天人的眼呢 它呢 是 無順的 它不扎眼的 不像我們就是眼睛這樣扎來扎去 你可能幾秒鐘就要扎一次 那天人不是 它呢 橫相續都不扎眼的 在這個天人呢 我們說有這個五衰相 它將要死的時候呢 會有這個五衰相 那這個論上有講到 這個五種衰相呢 它有分大跟小 小種 小五衰相跟大五衰相 那其中在這個小五衰相裡面呢 有一個就是眼睛呢 它就會一直在扎動 當天人呢 這個果爆將要進的時候呢 這個小五衰相陷起的時候 其中一個就是它眼睛就一直扎動 本來它的果爆呢 可能幾千年它都不扎眼睛了 那現在果爆將進了 它就一直扎動 那麼小五衰相陷起的時候呢 它還不會說馬上就要死 可能還有一段時間 那麼等到這個大五衰相陷起的時候 它的果爆就要馬上就要進了 就是有這個差別 所以說天人呢就是無順眼 眼睛呢恆長不眨的 那麼橫相絮眼 什麼叫橫相絮眼 下面就解釋了 橫相絮者 為捨戒眼 什麼叫橫相絮 就是捨戒天的眼 捨戒天它是有眼睛的 那它是橫相絮的 那怎麼叫橫相絮呢 就是因為你生到捨戒天的時候 那麼這個世界的這個眾生呢 他沒有欲戒的這些煩惱 我們說欲戒的人呢有欲 可是呢還有稱 那麼捨戒天呢 他也是有欲 他的欲呢是愛著於這個禪定的這方面的 這個貪煩惱他還是有 但是他沒有稱煩惱 他是慈悲心比較強 所以說呢他是將 欲戒的這個稱慧呢 他都調補了不現行的 那麼他一旦這個稱煩惱沒有現行的話 他完全都是慈悲的 人跟人之間呢 都是和平的和平相處的 沒有像我們這個欲戒的眾生 互相打來打去 那更嚴重的就是互相砍殺 所以他天的身體呢 就是不會被破壞 他沒有這個鬥爭的問題 所以呢就不會被破壞 那麼他不被破壞的話呢 他的果報就是恆相緒的 不管是眼睛也好 眼耳鼻舌聲 都是恆相緒的 因為他是和平相處的 所以是恆相緒的 那麼不恆相緒眼呢 指的就是欲戒的眾生 即使是天人也好 天人呢他也會打仗 打仗的話呢也就會破壞了 那人跟這個動物呢 就更不用說了 地獄的話也是一樣 果報還沒有進 那麼你的身體呢 就先被破壞了 所以就不恆相緒了 今天就上到這裡